都超過二百人聚會 但是一直是不增長的 一直是不增長的 直到買灣仔我們舊堂那個地方 一七二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過了很多地方 那時候 老實說我就是年輕的黑輩 例如幾位長老他們帶領著 我的年輕人歸邊站 買灣仔的堂的時候 很奇妙的 周圍看過都不對 後來鄧作良牧師 鄧作良牧師 是九家的 郡少爺他不是九家的傳統人 他在其他教會的時候認識他 他就打電話給我 林弟兄你們是否想買糖 那裡好像有個地方 那裡適合你們 那時候又很奇怪 我覺得是神人安排的 我們那時候那個地域限就是西吳郭輝瑩街 東吳郭輝瑩街的修凳球場 在邊界那裡 對 邊界那裡 總之 後來就賣成了 賣成了之後 鄧作良牧師仍然 還刮到中居好的 不肯回來 後來到了1968 我想真的是1968年了 對市區匯所去的時候 可能徐長老再不是他們 不是青年會的主席了 那時候有一條新例就說 我們青年會是公開開放的 就不能夠給一間禮拜堂來用 你們每天公開申請 就等於師傅都沒有辦法 不搬回到灣仔舊頭 在那時候就開始增長了 就是有一個吹逼 是的 是的 其實你的意思是 我們買了灣仔的會址 但只有晚堂才來 那時候只有晚堂 還有晚堂 還有十多二十天的 總堂原來都在市區区所 那是否在灣仔舊的會址 我們也曾經有 有三樓的會址 也是 是 起初買三樓 買四樓 三樓 三樓就是一半 買一半 三樓是否即是現在的基電專利客客 四樓 好 四樓是嗎 三樓 三字樓 三樓 一半 那時候又借過 那個酒樓茶室公會的書 做主要學校 他們又不肯借 不肯借 覺得不透用 就要買下一層 買下一層 我們也找過很多地方 找來找去 終於找回自己下一層 雙面比較方便 對於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感想和問題 這個地方就是 我覺得交通不如購唐 購唐方便 四通八達 而且那個地方 我感覺到很多人 其他的唐 或者神學 或者其他甚麼都感覺到方便 這樣 這樣 這個地方 比較 比較 是 賀士 那些 講出來 要解釋一輪 這些人才知道在哪裏 那這個地方 我希望將來 都是 人家開放 開放 因為 使用很多需要的地 需要 人家需要 借用的 人家適合他們 使用 另外 這裏 我辦法 會千切不從 尤其是 學校 很動 這是一個 很大的和尚 對 總是 我覺得我們 這個身上 是 應該做法令 中國 因為 於 這個地方 是適合法令 進回 總是 因為我們的性質 他們是融融 融色的 庭長浩 提出 學生的工作和佛嶺的工作 有沒有什麼例子 說話給我們鄉鑑堂 40週年之下的大英姊姊姊姊 希望大家同心問 將要洪洪傳愛 這個我想將來的差傳 我也是鼓勵領贈面向往來發展 因為國內真真正正是一個 我們要看一看這個意不起的國際 真是我們不容之塵 我們最初 創會的人士是由中國大陸來 現在就有…